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大鴻輝 今集又跟大家說說Yumi中游美 之前聖夢三小花 剛剛完成了他們三個人 在麥花神的兩場演唱會之後 可以說是忙過不停 Yumi昨天也跟羅玉兒、Yuki 接受新城廣播 而是世代micro峰會的節目訪問 原來他們在節目當中透露 很快就會在劇集上合作 拍這套劇在TVB暫時的名字 就叫做臥底嬌蛙的新劇 Yumi雖然同星出身 但近年專注歌唱 已經好一段日子沒有拍劇 對上一次拍劇已經是三年前 跟聖夢一班學員一起拍 這個校園的電視劇 就是青春本我 如果熟悉Yumi的人都知道 其實拍劇就是Yumi 小時候已經拿手好戲了 小時候有小鐘嘉欣之稱的她 爸爸是香港華人 媽媽是菲律賓人 所以她也是一個混血兒 Yumi其實是嘉燕媽媽藝術中心的畢業生 之前組合過Honey Beast 跟嘉燕姐去過很多地方表演過 後來就退了團 去到十歲的時候 參加了一系列的歌唱比賽之後 曾經以同星身份 拍了很多套TVB劇集 當然大家最記得就是當年 修規華裡面 這個女主角阿良心 即是楊兒飾演的童年版 所以小時候 Yumi已經有很多 在TVB拍劇的演出機會 不過 反而當她大過了 參加了星夢傳奇 入行之後 多數都是以歌星的身份表演 除了青春本來之外 大過女之後的她 真的都未試過真正拍劇 所以這次 亦都在劇中 會飾演很久沒有拍TVB劇的 趙美琦的女兒 大家也知道 Yumi有小鐘嘉欣之稱 所以網民當見到這個報道之後 都說不是鐘嘉欣做Yumi的媽媽嗎 當然是開玩笑 不過這次她會飾演 趙美琦的女兒 亦都令到Yumi相當緊張 她就說從未想過 會安排一個這麼大的角色給自己 雖然她就未跟趙美琦見過面 但是會以一個緊張興奮的心情 接受挑戰 其實講開Makki 趙美琦其實她都是八九十年代 TVB的當家花旦 其實數數手指 她也有很多年沒有回TVB拍劇 近年過著半退休生活的她 近日終於回巢 會在今個月的月底 為TVB拍攝新劇 臥底嬌蛙 不單會跟關禮傑飾演兩夫妻 而Yumi更加會飾演她的女兒 趙美琦對上一次回TVB拍的劇 已經是2019年的街坊財神 昨天也有報導指 趙美琦將會為TVB拍這個新劇 大家都非常期待 這套劇是以茶案為主線 趙美琦和舊拍檔關禮傑飾演上流夫妻 趙美琦將以高貴的形象和造型示人 而更新鮮感的是同星出身的Yumi也有參演 扮演趙美琦的女兒 Yumi的角色也是做回自己 熱愛唱歌跳舞又恨入女團 即是在未拍之前大家都很期待 因為兩母女一樣都是超高顏值 Yumi和她另外兩位好姐妹 開完show之後一直都忙過不停 暫時未收到新劇的劇本 但暫時對拍攝就有少許的空白 希望小時候拍劇的經驗有助她今次的演出 自己也很怕說錯對白和背不到對白 希望揭盡所能做好自己 表示完成了和兩位好姐妹合作的演唱會之後 未有時間休息就要趕著等Cantel在離開香港之前 完成她們首新歌CYA的MV拍攝 至於和她一起結片完同劇的另一位女角Yuki 就很開心在角色中終於有成長 還會首次做女景的角色 感覺很新鮮 Yuki自從演藝圓訓練畢業之後 很多同學都有機會做警察 但她就沒有機會 相隔四年終於輪到她 心情也感到興奮 羅玉兒Yuki也有份和Yumi合作 當中也有不少對手戲 她就說小時候也有看過Yumi的演出 Yumi立即很尷尬地說謝謝 她就說其實我都會向不同的演員學習 因為自己做不到十全十美 希望觀眾體諒我的演技 Yumi坦然擔心拍劇會很辛苦 因為她自己習慣了每天睡十個小時 試過最高紀錄睡十八個小時 不過現在大個女兒 希望可以慢慢適應 提到第一次和Maggie合作 她就表示未見過對方 但我就是看TVB劇長大 也有留意媽咪 即是邵美琦的演出 在Z世代麥克風會上 主持和Yumi也有玩遊戲 聊聊天 指Yumi就是ENFJ 即是主人類型性格 比較外向 很有親和力 輕鬆地和別人很容易打開話題 也充滿同理心 是一個很好的聆聽者 值得依賴 缺點是容易轉牛角尖 也會比較固執 期待他人的認同 主持也問她 會不會留意一下網上的留言 Yumi就說 入行的時候會有一種好奇心 很想知道別人怎麼看自己 看過一些不好的評語 的確會曾經試過不開心 我會想是否自己做得不夠好呢 之後就覺得 沒必要浪費這些東西 大家都知道 Yumi入行之後 都受到各界的關注 又跳得又唱得 又硬直又高 自然會有不同的聲音 當然會有一班米粉 很樂力地為偶像應援打氣 但始終都會有一些hater 或者一些反對的聲音 不過看到Yumi 漸漸都大過了 也會看快了這些留言 也說 沒必要浪費在這些東西的身上 提到 嚴明熙在演唱會後台探班 Yumi就透露 有聊天 分享一下大家的近方 但時間緊迫 沒有跟對方透露拍新劇 不過再次見面 感覺大家都成長了不少 Yumi也說 希望將來有機會 aftercast 能夠有機會 合體演出 不過 一切一切 都是順其自然 我對這套新劇 都挺有期待 因為始終Yumi大過女兒之後 除了同聲以外的演出 就相對比較少些 今次跟另一位美女羅玉兒 一起出演這套新劇 又有美媽媽 趙美琪 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 不知道 都聽到我做節目的朋友 對於Yumi即將會拍新劇 有什麼意見 歡迎留言說一下大家的看法 今集就跟大家說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下集再見